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数,我是温迪姐 本周的主题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九宫格三五七连线的意涵 特质,以及如何与拥有三五七连线的对象相处 三五七连线呢,我们也叫做人员线,以及也叫沟通线 在进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三五七这三个数字分别的意涵 三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你有旺盛的学习力、高接受度,以及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 五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你的口词非常的伶俐 同时你也享受人群的目光,善于分配资源 七这个数字的意涵代表的是你有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动作非常的敏捷,艺术的领悟性也非常的高 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我们把三五七连线也叫做沟通线 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影片当中,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三五七叫做人员线 我觉得人员这件事情从字面上面来说,大家会觉得说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啊,应该都是那种面面俱到啊,八面玲珑啊 因为大家会比较想到的是一种外线的表现 比如说他可能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的社交手腕 甚至是直觉会说他的长相,会让他非常有人缘 但其实我们这边讲的三五七的连线的这个特质是因为他拥有 非常强大的个人魅力,以及呢,他愿意展现他的魅力 这个部分呢,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的无法忘记他 或者是一定会注意到他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带有的是三这个数字的冒险 大胆,以及五这个数字的魅力散发 这边讲的魅力不单单只是那种帅或美 他有时候憨厚,但是他憨厚的非常热忱,或是憨厚的很善良 你都还是会让人家深深的记住你 以及七的这个好运气 就是说你又好玩,又有记忆点 同时间运气又很好 然后你又很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些特质加在一起 很难在人群之中不看到你或是不注意到你 所以又有人说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如果呢,他们选择走艺术啊,销售,正直 甚至哦,还有就是说这几年很流行的网路的数位行销 甚至是YouTuber 他们都很容易在这个领域当中成为佼佼者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啊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意涵之外呢 你们还有更大的一个外显的特质 就是你们非常善于聊天 但你们聊天是用一种很自然的方法 比如说你在讲一个故事 讲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经历 你就能够在一种很轻松没有压力的状态下 将你自己的梦想 甚至是你刚好正在贩售的业务商品 就自然而然的传递到你在交流的那个人 比如说他的身边 甚至是他就听进去了 但有的时候当你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啊 比较容易会被人家误会说 哎,我觉得他就是很会讲话 跟社交手腕很好而已 脸皮厚啦 所以他才会成为人家目光的焦点 但是我要帮有三五七的人平凡一下 我觉得他们的好人员来自于他们愿意 沟通这件事情 特别是要跟陌生人 就算是朋友 当一个愿意讲的人 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就是说他们其实愿意当那个 跨出第一步的一个人 去跟人家沟通交流一下 对,但是他们在沟通 他不觉得他辛苦 他会觉得说 我就只是跟你分享着我的人生故事 或是我看到的事情 他会觉得很好玩 他只是讲话而已 讲话这个特质 以及把话讲好 或是让讲话有魅力这件事情 确实不是人人都有的 所以当别人看到 他是用这个方式赢得机会 或者是受长官的爱戴 或者是说拿到很好的资源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在后面小小嫉妒他一下下 说都靠那张嘴而已 对,但其实不是 我们真的要帮三五七的人 在这边大大的说明 他基本上是有专业能力的 所以他只是透过说话的方式 将他的专业能力去跟他身边的人分享 所以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很容易让他旁边的人感觉到 他们是非常真诚的 你会让他觉得说 我就是跟我的亲朋好友分享 我的生活发现而已 你真的会少了一些些 我觉得很商业的那种目标气息 只是一份毫无分享的感受 就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你们比较是说 我亲自活出我生活的魅力 同时再加上你天生的专业才能 让你成为那个被注意 甚至是自带魅力的那个人 特别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亮点的 沟通能力又好的 你真的很容易自然而然成为 团体当中的焦点 那如果你开始在工作之后 其实你也真的比较容易 变成手上有资源 且擅长分配资源的那个宣讲者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 是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他天生的强项跟天生的礼物 那当三五七的人的朋友 会不会很有压力啊 因为他就是魅力十足啊 你待在他旁边 你就自然暗淡掉 如果你是有三五七连线的人的好朋友 基本上是蛮快乐的 因为你真的还是会分享 跟使用到他的这些好资源 或者是好人脉 如果你要跟三五七的人相处 而且你是真的是他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哦 因为他们长时间 已经浸泡在赞美 跟被大家追捧的环境底下 所以某一个程度 你要适当的将他们 拉开所谓的甜蜜 吹捧的圈套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别人会知道用什么样的话 或是用什么样的赞美方式 会让他误以为他也相信了他的相信 他对于身边的人 对他说好话 或是吹捧他 其实他不太会质疑 甚至他也不会觉得 对方有不怀好意 所以我觉得要适当的提醒 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你常常要问他们一句话 人家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在你身上到底有什么可以交换的 或是人家图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 或者是帮助你 因为有三五七连线的人 就年纪变比较大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大头症 他应该会回答你说 我就是因为很幽默啊 我人员很好啊 我资源很多啊 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两个形容词啊 我很幽默 我人员很好 但你的幽默跟你人员好 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 所以那些人绕在我旁边 他们也会很开心啊 觉得很自在啊 对那如果很开心的时候 那大家就做朋友 不要交换任何资源 可是朋友就是资源共享 互相交换一下 那如果大家当长长久久的朋友 大家就要把目标 跟责任分工拿出来讲清楚 都可以 但是你要提醒三五七的人 必须拉回理智这一面 我们刚刚讲大头症 就算你头再大 你凭什么要帮别人称鱼 挡鱼这件事情 或者是遮风 或者是成为别人的阴影 为什么 这是我想跟三五七的人说的 也是如果你身边的亲密爱人 或者是你很重要的朋友 他有三五七这个连线 他确实是一个累人生胜利主 但是当越来越大的时候 要开始慢慢的去将 所谓的社会真实的险恶面 以及就是说 为什么 以及怎么样交换利益这件事情 适当的 用一种可能不想听 但你还是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去跟大家分享 三五七连线的人 非常愿意爱无己无 以及分享跟照顾大家 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分享 跟更深层的认定 还有就是说 如果真的会发展到事业 跟牵扯到金钱的时候 他永远都要回归到 一个事情的本质 叫做公平的互相对待 以及有对等利益的资源交换 所以这是要跟三五七连线的人 分享的是说 你真的是一个天生自在魅力的人 但你在这个魅力发挥的时候 你要拥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判断能力 让你的魅力 除了帮你自己加分之外 不要让你自己成为别人来攻击你的 一个小小的弱点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九宫格 有三五七连线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再见